深水埗主教山的食水減压缸清拆 令到有过百年历史 类似古罗马式的构件曝光 古物古迹办事处说会进行深入研究 之后会交由古物咨询委员会做历史评级 主教山山顶的食水減压缸清拆地盘 发现类似古罗马式的构件之后 密密保育专员和水务署代表下午到场视察 华里面有100条柱 当中四条柱和一幅20米乘10米的天花已经被拆 又透露水务署在2017年曾经向古迹办 申请将食水減压缸裂做古迹 但当时并不获评级 我们当时受到咨询的时候 大家互相的理解就是知道这是一个水缸 但现在我们当然知道 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水缸 对于今次因为沟通上的敏狗度不足 我在这里说一声不好意思 翻查1910年的政府文件 主教山减压缸占地4300平方米 属于九龙重力滞留供水系统的其中一个项目 70年代已经终止运作 有市民说两日之前发现 里面有红砖、圆拱和石柱 古物古迹办事处说将会就减压缸的历史背景等 进行为期几个月的深入研究 之后会交由古物资讯委员会进行历史评级 他们说复修工程要等当局进行历史评级之后再考虑 又提醒市民减压缸的范围有一定危险 不要尝试进入 发展局局长黄伟伦就说 因为清策行动已经暂停 不会将它列为暂定估值 但不排除会将它列入活化计划 无线电视机制关可为报道